現在講柯文哲過氣了嘛 確實是一個政治現實啦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黃國昌他現在等於說是 民眾黨的這個明日之星嘛 你看他前幾天的直播 他光是靠那個募款 短短兩個小時就可以抽到120萬 而且還跟柯文哲嗆一下說 你看要不是民眾黨的官網 馬上盪的話 他搞不好可以募更多 那時候我覺得柯文哲 那個心裡就要有所感了 就知道說哇 這個黃國昌已經取代了這個柯文哲 那坦白講啦 我覺得不是 很多人會講說 這個黃國昌什麼是寄生 寄生民眾黨 我現在看起來是 民眾黨寄生黃國昌 因為他民眾黨是不是過 隔沒多久就要改名叫做國昌黨 國運昌龍黨 黃國昌他還在他直播當中 他在最後講了一個真心話 他說自己回立法院的興趣很低 可惜這個阿伯沒選上 不然他現在要當法務部長 就要大殺四方 你之前也是像韓國瑜 也是像傅崑奇啊 可是坦白講 你進了立法院之後 你不是左邊跟韓國瑜是好朋友 右邊跟傅崑奇還把酒言歡 所以我也懷疑說 我們大家都懷疑說 那你真的當了法務部長 你可以真的如你所說的大殺四方嗎 而且坦白講 那個法務部不是讓你說 你可以為所欲為針對個案什麼什麼的 你是要做反黑金反貪腐 我覺得把法務部長這個角色 他根本從頭到尾都搞錯了 再來就是說 從他進立法院的這些言行來看 跟他以前的國昌老師的形象差很多 所以大家也會認為說 你真的當了法務部長 你還可以當你以前的國昌老師嗎 這個大家也打個問號 你不覺得黃國昌跟柯文哲很像嗎 柯文哲在那邊講 這個我們還要想一下 1月13為什麼會輸 因為民眾黨沒有組織 這不是廢話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 幻想沒有當上 當不上的總統 然後黃國昌也跟他一樣 在那邊 這個要是柯文哲有當選 我就是這個法務部長 黃國昌跟柯文哲 他們兩個難怪會走在一起 因為真的是同質性的 你看就是第一個 這個潮話題 潮聲量 雖然現在黃國昌要小心 因為他開直播的這個 這個收看率 比這個柯文哲還要高 把粉都吸過去他那邊了 第二個 他們黃昌就喜歡 這個践踏別人 然後成就自己 好不過重點來了 最近柯文哲也面臨到 人氣審查大考驗 去雲林啊 要跟這個韓國瑜PK 兩個人互別苗頭之外呢 昨天在直播還要來跟黃國昌 我們的國昌老師來PK 但輸了耶 好我們請教一下小玉姐 輸了耶 怎麼會這樣子 被直播只有800人看 國昌老師有一萬多人看 怎麼會差那麼多 我們現在講柯文哲過氣了嘛 還好是過氣 你突破盲腸 突破盲腸 那我們現在要談他嗎 重點是 那我建議你幹嘛 對 我們為什麼要談一個 直播只有800人看的人 對啊 我們的直播比他還強耶 浩浩當當去那邊 發了好幾天新聞耶 我們的直播都比他還強啦 所以柯文哲 我們有一萬兩千人喔 對不對 所以現在要這樣 這樣講給我 沒有 這個確實是一個政治現實啦 你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黃國昌 他現在等於說是 民眾黨的這個明日之星 你看他前幾天的直播 他光是靠那個募款 短短兩個小時就可以抽到120萬 而且還跟柯文哲嗆一下說 你看 要不是民眾黨的官網 馬上盪的話 他搞不好可以募更多 那時候我覺得柯文哲 那個心裡就要有所感了 就知道說 哇 這個黃國昌 已經取代了這個柯文哲 那坦白講啦 我覺得不是 很多人會講說這個黃國昌 什麼是寄生 寄生民眾黨 我現在看起來是 民眾黨寄生黃國昌 對啊 民眾黨 你又不覺得很奇怪 只有黃國昌去宣布說 他兩個小時募到120萬 他後面不是很多人都效仿嗎 像黃珊珊 麥玉珍 張奇凱 甚至連黃靖營他們這些議員 也都起而笑有 因為他們的這個 包括議員的募款額也要20萬 可是沒有人公布耶 你除了黃國昌他公布之外 其他人都不敢公布數字耶 所以我非常的好奇是說 其他人是不是也可以像黃國昌 這樣子的這個來號召 那你看黃國昌你看現在這個 他只要拿一個蔥 這邊拍拍拍拍 然後就可以馬上 流量就進來了耶 都進來了 坦白講我覺得民眾黨 是不是隔沒多久 就要改名叫做國昌黨 國運昌龍黨 這個看起來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要緊張 那你看像這一次 黃國昌他還在他直播當中 他當然就是先 就是左批這個什麼 雲林的這個地方 那事實上 他在最後講了一個真心話 他不知道是不是要收播 他講了一個真心話 他說自己回立法院的興趣很低 可惜這個阿伯沒選上 不然他現在要當法務部長 就要大殺四方 那我對他這件事情 我是很有意見 第一個就是說我覺得 他把法務部長的這個角色搞錯了 因為你覺得 如果說你真的覺得法務部長 可以大殺四方 這個不是針對個案耶 好像說你現在對誰不爽 對誰不爽 可是我們看到黃國昌 也很多的雙標啊 你之前也是像韓國瑜 也是像傅昆奇啊 可是坦白講 你進了立法院之後 你不是左邊跟韓國瑜是好朋友 右邊跟傅昆奇還把酒言歡 所以我也懷疑說 我們大家都懷疑說 那你真的當了法務部長 你可以真的如你所說的大殺四方嗎 而且坦白講 那個法務部不是讓你說 你可以為所欲為針對個案什麼什麼的 你是要做反黑金反貪腐 我覺得把法務部長這個角色 他根本從頭到尾都搞錯了 所以他到現在直播還會講說他當法務部長大殺四方 我覺得他真的對這個角色的認知是有錯的 再來就是說 從他進立法院的這些言行來看 跟他以前的國昌老師的形象差很多 所以大家也會認為說你真的當了法務部長 你還可以當你以前的國昌老師嗎 這個大家也打個問號 但無論如何啦 他所講的話 你看馬上又有梗了 馬上就可以蓋掉柯文哲 柯文哲現在大家圍著他 他現在有好一點啦 以前都是講一些什麼蔡壁如 黃靜穎什麼的 現在至少還有台字光的一個案 讓他發揮 那黃國昌你看他 他隨隨便便都可以講新聞 像他昨天不是又去侯友宜跟他同台 然後直接講說 不管國民黨派誰選新北市長 他都要幫民眾黨功成略地他拿下來 就是你可以看出來一個是明日之星 那阿伯呢 好像沒有什麼討論的空間 現在除了這個台字光 讓他還有一點剩餘的價值 我認為啦 這個就是民眾黨 這個要看清楚未來的明日之星 還是黃國昌啊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黃國昌 這一段直播 是不是有點點在臭柯文哲的感覺呢 我不是指揮監督 我還會解決問題 我還會解決問題 所以我從去年就講 我去年就講了 我真的對回來立法院興趣很低 我真的對回來對立法院興趣很低 就可惜阿伯沒選上 如果阿伯有選上 小弟我現在就準備 準備要那個 就任法務部部長 大殺四方 我對回立法院這個興趣很低 這意思有點感覺是 我這個大和尚 怎麼會來到立法院 這間小廟的意味呢 好 請教靜言 因為現在黃國昌呢 也來到這個賣療嘛 他就說啊 這個黑金啊 怎麼會踐踏賣療的民主啊 有沒有搞錯 那個時候你們也聽李全教啊 那個時候柯文哲也聽李全教啊 怎麼又在雙標了 那個時候柯文哲 那個時候柯文哲去幫李全教 跟李全教巧遇的時候 黃國昌就 什麼 我那個時候還沒有加入民眾 我那時候還沒有加入 那現在加入啊 我還沒有看到 過去的事情 我們不肅及既往 那個黃國昌是法學大師 所以他應該很了解這件事情 差一點當法務部長的男人 你不覺得這個黃國昌 跟這個柯文哲很像嗎 柯文哲在那邊講 哦 這個我們還要想一下 這個一月十三為什麼會輸 哦 因為民眾黨沒有組織 那這不是廢話 這不是大家都知道 然後這個幻想沒有當上 當不上的總統 你連這個副手對不對 本來可能有機會 你都給人家撕毀協議 不要當了 然後黃國昌也跟他一樣 他在那邊 哦 這個要是柯文哲有當選 我就是這個法務部長 要當法務部長 對 那你跟陳佩琪有什麼差別 柯文哲如果當選 我就是立一夫人 結果現在只能當第三夫人 所以這是在懷念的意味 還是在臭的意味 就沒關係 你就是只能在夢境中 平行時空 柯文哲已經當選了 他現在已經準備要阻隔了 然後這個未來就可以前進總統府了 然後黃國昌現在已經要 這個準備號令全國的這些司法官等等 這些威風伶伶的這樣的感覺 但是哦 這個黃國昌跟柯文哲 他們兩個難怪會走在一起 因為真的是同質性的 你看就是第一個哦 這個潮話題潮聲量 雖然現在黃國昌要小心了 因為他開直播的這個收看率 比這個柯文哲還要高 把粉都吸過去他那邊了 第二個咧 他們往往就喜歡踐踏別人 然後成就自己 然後為什麼我這樣子講 柯文哲同時在賣療浮選的時候 他講說什麼 這個我們要把賣療還給你 什麼東西都是把什麼還給你 可不可以換一個口號啊 然後他再講說 選個鄉長要花個議員 我們要改變這樣子的政治文化 大家有沒有覺得好像似曾相識 從以前到現在 選台北市長他也這樣子講 要選總統也是要這樣講 然後要主黨也是要這樣講 都要花一億元 我們柯文哲 這個都是亦來亦去的 開口都是亦來亦去的 兩億美金的事情還沒有說清楚 所以黃國昌也是一樣 黃國昌他從以前到現在 我跟大家回味一下 以前的一張圖 大家應該還記憶猶新 這一張 這個當年這個颱風的時候 黃國昌到我們金山去 因為我們金山有這個大橋被衝斷 有沒有 他還到這邊去 這個完全不撐傘 然後這個助理還幫他拍照 這個 然後這個人家問他說 你為什麼不撐傘 那邊造假 因為助理在撐傘 對他說 因為車上只有一支傘 助理在撐傘 真的有 你看這個拍照的視角 這邊有一條 有傘的固定 對 拍照的人手機會壞掉 那個時候防水 可能還沒做得那麼好 這樣子我就沒有照片宣傳了 所以傘給你撐 我去這個撕貝秀 然後他到麥寮去的時候 一樣 這個意思我找不到他的照片 大家去看他的臉書 他到麥寮去 一樣去尋那個農地 然後一樣是拍貝雲 然後這樣子很帥氣的 這樣子在那邊好像眺望這樣 黃國昌跟柯文哲一樣 你們的套路能不能夠換一換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這樣 都沒有變過 但是我覺得黃國昌跟林 他明天要跟館長直播 就除了柯文哲在外 對 所以我說黃國昌現在也要緊張了 因為柯文哲 習慣這樣子利用別人 然後下面的人鬥成一塊 然後這個他說黃國昌一個敵五格 但是現在民眾黨有八個立委 所以扣掉 應該還有這個三個競爭者 所以這樣子比較下去了 這個柯文哲 柯文哲看到你黃國昌的這個聲量 一天比一天高 到時候哪天威脅到他這個黨主席地位的時候 國昌小心了 這個時候柯文哲就要對你開刀了 好